下面 让我们有请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苏文耀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晚期肝癌肺癌的苏同修 经过台长点话 放下一切 精进修习心灵法门 摆脱病苦 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 以及隆天护法 也感恩大家参加法会的法师们 同修们 佛友们 让我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故事 感恩大家 我的名字叫苏文耀 今年26岁 来自吉隆坡 2014年是我人生一大转变的一年 刚过完农历新年的二月 肚子肚然肿胀 整段发现我的干部的指数超标 医生说怀疑是肝硬化 我也没多家礼会 就买了几服中药吃 不过在多一个星期 腿部和腹部开始肿胀的厉害 在朋友和家人的催促下 去了大医院做了个CT scan 大概等了两个小时 突然有位护士用很同情的眼神看着我说 在我的肺部发现有些东西 我一再紧张和失望 为什么本来是肝部 现在有多个肺部的问题呢 报告出来了 医生说我患的是肝和肺癌 而且还是恶性的 我一度接受不到这个现实 没想到事情那么戏剧化的一波接一波 回到家 我对着这份报告哭了 质问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还不想这样就离开人世 也就到了这个时候 是我和心灵法门结缘开始了 在无可奈何下 被妈妈劝服 我去了吉隆坡 如台掌心灵法门共修会 第一次上吉隆坡共修会 很庆幸就让我遇见了共修会的负责人 吴平平师兄 他解释给我听 让我知道 每个人都是背着他们的果报来到这个世界 犹如师父所讲的 做人就是苦 万般带不走 只有夜随身 不是因为上天不公平 而是上世累世我造能力 而导致今天这样的果报 平平师兄当下叫我向观星菩萨发大愿 让菩萨来救我 在师兄的欠导下 我也发了终身吃藏术的大愿 一年放生一万条鱼 度人和在大法会上献身说法的愿 刚开始修心灵法门 当然就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所以效果也都不理想 而且当时真的很辛苦 吃没胃捆 做也痛得不行 在这段时间我也认识到什么是灵性 什么是虐脏爆发的说法 就是因为我开始念经抱着不相信的心态 让我吃尽苦头 离开禁院做化疗还有一两个星期 我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气魄不顺 腿部水肿的走不到路 连上我们的共修会也要停几层楼梯 慢慢的爬上去 直到有一天早上 我感觉呼吸真的很困难 就这样我被送进紧急加护病房 也因为真的很辛苦 差点也就放弃了我的坚持 过后也因为病情那么危机 也提早了禁院开始做化疗了 在医院 我一共要做六次化疗 每一次分五天到八天完成 一天要把八支药水打进体内 刚开始做化疗的疗程真的很难度过 一切都不顺利 血液 蛋白质和白血球都不够 而且我腿部的水肿 导致我不能下病床走动 就这样我六个疗程的其中两个疗程 就睡在病床足足一个多月 真的吃尽苦头 更难过的是 每次都有癌症的病人在我身边往生 有痛死的 死不掩蔽的 趴在桌子死的都有 真让我心酸 就好像关心菩萨在提醒我 不要放弃一样 如果放弃就会好像他们这样的离开 也在这个时候 我的阿姨帮我打通了台长看图腾的电话 台长也说我的命只有三到六个月的命 只有多念经和忏悔 因为我上一世造了杀业 打死了一只有灵性的猴子 那只猴子已经在我肩膀上了 随时会拿走我的命 就在我最辛苦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了 到底是不是我念经不够精进呢 在这时我也开始放下了 我觉得下一秒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不去想 只念经 把我的下一秒交给观心菩萨决定 从那晚开始我就每天提早做完念经的功课 有时间的话还会多念一两张小房子 遇到不顺利就祈求菩萨 在这时候我开始感应到菩萨的加持了 当我第一和第二个疗程当中腿部还是水肿的时候 我祈求菩萨保佑我腿部可以消水肿 第二天奇迹就开始出现了 医生给我开了排水肿的药 慢慢的腿和肚子的肿也开始消了 而且我可以慢慢的下床走动了 医护人员和隔壁病床的人也为我开心起来 到了第三个疗程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也开始更精进的继续念功课和小房子 一天三张小房子念完一波再许愿念一波 出院后我也一直在坚持着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放生和念经 我的身体状况也慢慢的越来越好 癌症指数也从开始的一千多点到今天的百多点 真的很感激和高兴 因为一切都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 感觉我就好像重生一样 到现在我都会到共修会献身说法和帮忙 自度度人法喜充满 很充实的度过每一天 遇到和我一样患有癌症的病人 我还会鼓励他们 让他们知道心灵法门有多灵 让他们不要绝望 关心菩萨妈妈一定会救我们的 修了心灵法门后的我 有些坏习惯也慢慢的改了 因为我相信有因就有果 不造因就不会受果 感叹的是 从一个躺在病床上 连方便都要靠人帮忙 再到今天能吃 能走动和精神抑郁的 第四期末期癌症病患者来说 我能活到今天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运气或是预疗作用 一切都是菩萨给我的 感恩在这个末法时期出现了一个那么好的法门 心灵法门 出现了一位活菩萨 卢君宏 卢台长 我也一定会留住这个肉身 做更多佛的事情和弘扬心灵法门 在此 我也发大愿 我会再度更多千千万万的有缘苦难众生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卢君宏台长 以及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